他在讲的台湾的是一个历史故事 你们会推荐观众在看这个剧的时候 有哪一些细节是值得大家去好好品味的 太多 比如说千四集我看了四次 我让每一次会从不同的角度看那个故事 然后会完全不同 千两集吧 千两集 千两集都不是千两集 我想说你为什么会先跳到四集 千两集 对然后就是真的会有从不同的角色看这个故事 我觉得我会想到那个查马克老师他的访问里面 他说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回到154年前 我们也没有办法改变任何154年前的事情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决定我们可以长成什么样子 所以我觉得在观看的过程中你会觉得无论是了解历史 或者是像我最近有朋友他才看完这部戏之后 他才去问爸爸妈妈 跟家人相处变密切之后 才知道啊原来自己有二分之一的客家血统 然后当你发现你有某一些血统 或是某个语言跟你有关的时候 也许你可以往这个方面去更深入的去找寻跟探索 甚至是把这些原本属于你血液里该有的东西回到你的身上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重要的 因为其实透过斯卡罗就是如真琳讲的 我的脸书上面有很多朋友开始去找他的主谱 对会去发他的主谱我从哪里来 然后哪一代的先祖来到这个就是这块土地上 就是等于是所有人都跟着一起在进行 像别类跟李仙德的身份认同的一个问题 他们重新在找寻自己的血缘跟自己的身份 在演员阵容其实也非常厉害 像平常呢我认识他很会碎碎念的黄建伟 他会跟你讲很多吗 我觉得建伟哥比较像是帮助我们很多关于史官的事情 因为他在开拍前有上文史课 所以其实我们有任何在拍摄上的问题问他 他都有办法很精准的回答我 原来说建伟是变成一个哥哥 就是大家是大哥 其实我们在那个我们住的杜交城 其实拍完的时候我们还是会见面一起吃饭 或是他会开始带我们去餐厅吃饭 然后跟我们会聊一聊当天的拍摄 还是明天的戏 我知道这种的交流帮助我们很多 交流上面 而且我看到他的IG非常有趣 他PO了一段是你们都用里面的造型 然后开车的 这个很有措置的喜感 有时候我们拍完然后可能身体有一点累 然后通常我们会先去会去还衣服 再去可能便利商店 或者去去买菜 对放松一下 然后当天我不知道我们很远 我们去很远拍这个那一场 然后回家的时候我说好我们先去吃饭吧 结果我们四个人穿媳妇 然后去这个餐厅 我这边还有很多他们去那个是就是超市买东西的影片 我就录他们说哇你都穿古装 然后衣服穿这样我之后也可以释出这个影片给大家 我可以给你们 超好笑超好笑 那康人呢说他肚子饿的时候身人物尽 要离他远一点之外 还有跟他什么互动 嗯他很投入在角色里面 我的话算是幸运 因为我在戏里面跟他的状态 生存比较会做出为了自己 可能会伤害到别人的事情 所以我在那个戏里面的状态 蛮常是会对他有某一种害怕 或者是不知道他会不会伤害我的那个感觉 那就刚好带入了他当时肚子实在是太饿 跟他晒很黑 然后整个人处在那个状态 就可以跟他一直处在一个 维持安全距离 就是我真的蛮害怕你的 我是真的蛮害怕的 对的状态 我跟五康人的每一场都是比较激烈的 所以我还没到现场 我已经投入一个状态 对 所以我们如果需要休息的时候 如果要休息的话 我们比较不太会聊天 我们还是会 维持那个状态 这个距离 然后我觉得有一点尴尬的是 因为我第一次跟五康人人士 是在我们第一个table reading 然后第二次 读本的时候 对读本的时候 然后第二次我们到现场 然后我想要杀他 刚好这次 哦 是午餐 大家吃饭了 然后我就自己会准备一个很不错的便当 我怕便当真的很好吃 所以如果想的话可以 你可以开个便当店 我会每天去买 但每天都会偷我的便当 今天有便当吗 他说 我今天特别吃得快 把他吃完了不给你吃 哈哈哈 还养生了 然后 我就是吃饭 然后突然看到 在乌克兰在地上想要塞黑 也只有一颗蛋 然后我说说 他是不是拿着一颗蛋在那里吃 我需要跟他分享吗 所以我 还是不跟他讲话 我最近有点尴尬 我不知道要怎么跟他 就是有点感觉有点两难 自己等一下要杀他 但是现在是不是应该给他吃便当 他看起来 他手上只有一颗蛋 他要再晒太阳 我好像不应该影响他的情绪 这样一个很复杂的 但后来就是我们还是有 找几个时间一起聊 因为大家很喜欢